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 8 種百萬 YouTuber 都在用的綜藝字卡 還會教大家字卡動畫、字卡音效等超級實用的技巧 用微粒導演就能輕鬆做到 而且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還會分享一個字體下來的 bonus tip 分享給大家喔 記得跟著我們看到最後 首先我們推薦三種微粒導演預設的字卡樣式 絕對讓你的創作師能夠事半功倍 節省時間的好幫手 第一種是 十分常見的單色外框字卡 進到微粒導演裡面雙擊文字或是點選編輯 這邊可以看到多種預設的字卡 好看又實用 首先我們更換字型 使用詩緣黑體 再更換自己喜歡的顏色 就簡單完成囉 第二種則是預設了漸層字卡樣式 它是雙向漸層的效果 使用起來十分吸睛 一樣可以調整顏色 只要點選進階模式 在字體的漸層這邊選擇想要的顏色 另外也可以加入外框燈來增加字卡的細節 這樣日本綜藝節目裡面常見的金色尖層字卡就完成了 第三種字卡是帶有背景底色的預設樣式 它很常使用在畫面輔助的詞語 物品介紹 等情境 更方便的是 在進階模式裡面還可以調整背景的圓角程度 學會它絕對是你做影片的一大束力 微粒導演的多種預設字卡 讓你可以輕鬆客製化 接下來我們將示範更精進的字卡製作 還會配上各大百萬youtuber的範例參考 準備好了嗎 現在來示範的第四種字卡 也是各大百萬youtuber常作的字卡種類之一 概念是用三成以上的外框和陰影疊加 這種風格可以讓字卡充滿立體感 一起來看看怎麼做吧 在開始之前記得先壓一個底色在時間軸上 方便文字圖顯出來 第一步先選擇這個出題的字型 大家也可以按自己喜好 調選類似的字型 接著我們填上白色 決定好這個字卡基本的樣子 接著進到重點 字體外框設計 第一個外框填黑色 先拉一點點的大小就好 不用加深度 第二個黑色的外框呢 則是只選擇深度 角度維持45度 最後一個外框 大小比第一個外框再大一點點 選擇像是這種 Tiffany藍 現在整個字卡就看起來很有靈魂啦 好接著我們加上陰影 拉一點點距離後 字卡就完成囉 偷偷教大家一個小功能 這是唯一導演獨有的特殊效果 可以選擇火焰 燈光等 營用在特定主題的影片上很適合 這個字卡是運用邊緣較硬的外框效果 製作出有點像是浮雕的層次感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學另外一種風格吧 第五種 超熱門的字卡 就是立體感顏色漸層字卡 有超多種不同的種類漸層方式 豐富又有趣 我們一樣 按照步驟示範給大家看 來到進階模式 選好字型後 製作顏色漸層 選擇線型漸層樣式 顏色是前指 以及深指的漸層 把交界點拉到最近 接著加上兩層外框 分別是白色以及 尖層顏色不同紫色 最後我們加上距離稍大的影影 這個字卡就完成了 還可以讓字卡分成兩組不同顏色的漸層 兩組搭配起來更有變化感 同色系的漸層字卡 視覺上看起來和諧 卻不單調 而且充滿細節喔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色盤上面 試著玩顏色搭配 接下來的第六種字卡 比較沒有這麼普遍 是很特別的類型喔 它是用較粗的字體 和白色來凸顯 再用外框的部分 去做漸層效果 來製造驚喜感 那我們就開始囉 選擇好字體後 填上白色 然後開始設計外框 我們這次選擇這四種可愛的糖果色調 做四色間層 樣式選擇扁角 下一步添加陰影 填上白色 再拉一點點模糊 製作出很像光日朦朧的效果 是不是超級美的 你們都可以自己改變顏色 或是角度 來做出獨一無二的字卡 一起來玩玩看吧 現在來到第七種字卡風格 有點中空或半透明的感覺 視覺效果好看 又能夠保留影片畫面 也是很受YouTuber們喜歡的一種款式喔 這個字卡製作方式也非常簡單 選擇想要的字體 填上主體的顏色 然後選擇和主體同樣顏色的外框 一點點大小就好 不需要拉深度 接著重點步驟來囉 把透明度拉低 想要完全透明也可以 這邊可以完全按照你的喜好 接著選擇第二個外框 則是大小為0 拉深度就好 這樣就完成啦 現在 幫你們動手做做看吧 來到最後一個熱門的 綜藝字卡設計啦 自帶光芒的字卡風格 很適合用在 療癒 文心 維美風格的情境 或是字句 快跟著我們一起來製作吧 和前面其中一種 字卡的製作方式很像 選擇好字體後 填上擺設 製作第1個很小的外框 接著第2個外框顏色 和第1個相同 大小小微大一點 把模糊開到最大 拉一點透明度 這樣就OK啦 以上8種的綜藝字卡教學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啊 歡迎導演跟我們分享喔 接下來還有更厲害的招要傳授給大家 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 如何讓字卡活起來 進到編輯裡面 看到動畫的部分 這裡有進場 推場 以及循環等動畫類別 我們可以依照影片的場景 字卡所想要的表達情緒 來使用不同的動畫 當綜藝字卡的字型設計 動畫都完成了之後 如果再加上一個東西 絕對會幫你加分不少喔 音效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們一樣示範幾個音效給大家聽 這樣是不是讓字卡更有感覺了呢 偷偷告訴你 為導演有超多豐富的素材音樂 能夠讓你進行挑選 大家真的要好好利用喔 最後 教大家一個小小的保證件 記得去網路上下載好看的 你可以自己 但你在設計字卡的時候 有更多種選擇 常見綜藝字卡使用的字體 像是JF BOPEN粉圓體 濕圓黑體 防震綜藝體等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些免費 可以商量的字體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囉 很貼心吧 最重要的是 世年科技Appletition Manager裡面 有超級多免費自己可以免費安裝 非常方便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啦 希望有教會你們 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3 2 1 走 謝謝